大家好 歡迎來到車未來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 ABIX安維斯位於 新北三重的辦公室 訪問到彭世邦Andy 彭董事長 我們今天呢 想要就有關於 不只是租車 同時是有關於汽車共享 未來的汽車世界 相關的一些生意的模式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首先非常歡迎彭董事長 嗨兩位好 今天來到我們這邊 還有我們創辦人小期待這邊 我想比較重要的是 今天第一個問題 先問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未來汽車世界 我們講CASE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 S Sharing 也就是汽車共享 現在安維斯在台灣 除了ABIX之外 還有Zipcar 還有Budget 等等這些不同的生意面向 在做經營 您看在未來 不久的未來 這個汽車新的世界 年輕世代 他們將來 是要買車 還是要租車 還是用其他各種方式 是長租短租還是訂閱租 這個面向我們先來看一看 到底未來的趨勢會是怎麼樣 是 我想 我只能說他們會越來越幸福 因為 這個選項會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未來的 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 大家可以把 專注力放在 使用車輛這件事情上面 那 養車跟車輛後續的這些相關的費用 還有維修保養其實就交給專業人士 是 我想把我們把時間拉得更長一點 在 遷徙時代的年輕人 可能再過10年就會變成這個汽車 這個市場的消費的主力 年輕人的想法可能就會跟 我們現在 30歲40歲50歲60歲的人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您這邊看 兩方面 一個是買車 一個是租車 您來看這兩個方面的一個變化 在未來10年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眼鏡 其實我一直講 我覺得 企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成不變 所以其實 越是 大家認為 這個 傳統的產業 越是需要 與時俱進 我們集團涉略的生意範圍非常多元化 從汽車的買賣維修到汽車的共享 租賃等等都有 以前我們只要專注把 中端消費者服務好 這就是 一個汽車經銷商 不管是在車輛買賣的 這個過程 或者是幫我們維修的過程 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 從幾年前開始 我們 除了把中端消費者 顧好之外 我們更要注意到 這個所謂的企業用戶 大宗車隊 還有像 汽車共享租賃公司這樣的需求 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您剛提到 以前目前主要的服務的客戶是 車隊啦 企業用戶等等 這方面 當然在 Retail就是零售方面來講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不一樣的一個變化 是 我常講就是說 每次我看到車商的促銷方案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是第一個在市場上 以前我在汽車公司的時候 第一個喊 零利率 在我當時工作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零利率這件事情帶動了 很多的風潮 所以我覺得台灣市場的成熟 可以歸功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台灣的金融體制 非常的健全 所以消費者在購車 不再只有單一的方案 就是現金購買 他其實有很多的這個金融配套 不外乎就是這個 汽車貸款 分期付款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 消費者 的買車的彈性變多了 在這樣的嫌疑下 消費者可以 相較過往 時代 可以用更輕鬆的方式取得 他更新移的款式 台灣的汽車市場的買賣 大概是以 初期是以中高 中階以上的 車 車等級吧 Spec 開始 我覺得以為銷售的主力 但是近幾年我看 以我們自己 經銷商本身的經驗 基本上都是 頂級車款為主的銷售主力 這個市場如果沒有一定的成熟度 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配套 像信用 金融等等 那第二個我覺得就是 有點出乎 像我這樣的老派的人的意料 就是 剛剛 社長提到的 就是 遷徙世代 對車子的看法 我現在慢慢接觸到很多的 年輕朋友 就是所謂的遷徙世代 也不要講遷徙世代 90年代的朋友好了 或甚至80年代的朋友 他們常常有時候會上我的車 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會開手牌 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 不管男生女生 對手牌是非常非常陌生 那我覺得 像我這個世代男生 我覺得車子是一個 是一個個性的象徵 是一個 你的 特質的 表 表征 你這個人想要傳達什麼樣的形象 給人家 我跟創辦人還是同事的時候 我的 第一份工作沉下來前 就是去買一部我喜歡的車子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已經不是這樣子 車子這件事情對 年輕人的意義是什麼 年輕世代的 這個 物品重要性的排序 我這個年代 車子 尤其男生 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可能還是房子 但是現在對 我們當時做的這個 Survey 調查 對年輕人最重要的 第一名是 手機 因為所有的社交 所有的金融 所有的這個 遊戲 手遊什麼 他的生活都在手機上面 所以其實車子已經不重要 所以車子的排名慢慢往後移了 所以 這個同時間 我相信也造成 汽車產業有很大的 變化跟衝擊 以前我們 買車都很有目的性 一定要非常有個性 或者我開的喜好 可是現在車子可能慢慢的 開始 不是這麼注重的事情 所以他接著 帶到第三個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 電動化 我覺得有點自打嘴巴 就是我當時不覺得這件事情 會這麼的快速 但是 坦白講蠻出乎我意料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 不管服務端 或者是做汽車經銷端 也都需要準備好的事情 非常精彩 這三點其實基本上 大概敘述了我們在 接下來整個汽車 消費市場的一個 變化的一個趨勢 剛剛 Andy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千禧世代 跟過去不一樣的是 過去的人是把車子當作個性化的象徵 但千禧世代他的消費觀 有很重大的改變 這將會造成未來汽車消費的很大的改變 那您剛提到第三點 電動化 我們就這點再繼續往下問下去 是 電動車當然接下來就是 不只是 險學 而且是未來可能會變成一個 很快變成市場的一個主流 我想 不管您現在所負責的這個汽車經銷商的品牌也好 或其他的全世界各大的品牌也好 都在全力在投入在 電動車這個市場裡面 所以在未來幾年之內 電動車的新車款 大概也都會陸續出現在台灣的汽車市場上面 這個對於您來講 你目前有 剛剛講這幾個品牌 這個在做 租賃的各種不同 服務的面向 對你的車隊來講 電動車的上市 對你的車隊的規劃 跟服務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以目前的趨勢來看 我認為它是一個 我們不得不 規劃的 產品 及服務 在我們的 服務範圍內 大概五年前 甚至更早 就有 不同的品牌 來跟我們接下 談論 電動車這件事情 那在那個時空 背景的情況下 車廠來找我們談電動車 主要是希望站在推廣電動車的角度上面 現在 反倒是 我認為它已經成為市場中 其中一個主流 目前電動車的服務 我們會比較把它 專注在長租的服務上面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大概 會 自備充電設備在家裡 所以 便利性比較 比較高些 我覺得 電動車 的服務在短租及共享的 車隊裡頭要能夠普及化 先決的條件就是 以城市為單位的區域 必須具備好完整的 充電設備是不是普及率夠高 消費者本身對 電動車使用的 的這種習慣是不是已經養成 我舉例 我車子沒油的時候我到教導站 五分鐘解決油的事情 但是電動車可能有排隊 會有充電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 更有規劃的用車方式 我覺得電動車它當然有一個 節能跟低碳的 程式效應 但是我們也需要考量到 相應的建置成本 整個城市以及整個國家的電網 是不是能夠符合 這些充電設備 全速的發展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考量點 所以 我認為電動車 我的看法是一個趨勢 是沒錯 但是 可能 這個 還有不同的觀點 政府也有一些考量 可能在背後需要 我們業者隨時跟 這些相關那裡 保持一個密切的互動 才能 吻合消費者 在使用上的需求 是 我先講一個 這個 以外話 前一陣子 交通部才 講了一個數據 目前全台灣的 公眾的充電設施 是2000個 充電樁 不是充電站 是充電樁 那 依照這個國際的他們所 分析出來的一個需求 就是 每10台電動車 最好有一個 公眾的充電樁 換句話講 我們現在台灣 基本上 目前過去這幾年來累積了 大概快 將近2萬多到3萬兩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所以基本上差距不太大 但實際上 其實還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 我們現在的公眾充電樁 大部分都是慢充 並不是快充 那麼國外的話 他們的快充的比例 已經達到了 五分之一 甚至更高 所以 基本上 在快充跟慢充的比例上面來講的話 台灣是落後很多的 這是機身彈誕生機的問題 所以造成我們台灣的電動車目前 在整個發展上面 或者是說 市場的這個 這個進展上面 是落後於全球的一個速度 這個是 簡單先跟各位 觀眾來分享一下 我們講更大一件事情叫做共享經濟 因為剛剛 Andy有提到 年輕世代最重要的這個產品 物品就是 手機 所以他對汽車來講的話 已經不把當作最重要的 那麼汽車共享經濟未來其實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叫做Ride Hailing 就是轎車服務 就像Taxi一樣 第二個叫做Ride Sharing 就是 共乘 我不認識你 你不認識我 但是我們去的地方 是一樣 我們經過的路線是一樣 我們可以在沿途 載人跟放人 第三個就是Car Sharing 就是 你就自己去擁有一台車 車子開完以後 把車子 停到這個路邊 是 這三個面向目前的發展 全球趨勢是這樣 就是說 Ride Sharing 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比較 大家會 有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 比較在發展上面受限 目前來講的話 轎車服務 就是說 有人要幫你開這個車子 轎車服務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比較屬於 目前大眾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你現在是擁有的是屬於 Car Sharing 將來在這上面的一個競爭 或者不要講競爭 就是說在這上面的發展上面 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現在公司的業務 三個新型態 其實也不算太新的服務 但是我覺得它有 第一個先決的條件 必須要 被克服 其實在國外 都有非常多年的衝撞 什麼樣的衝撞 法規 及業者之間的衝撞 因為這裡頭牽扯到 除了社長您剛剛提到的 隱私的問題 還有這個 安全性的問題之外 它還衍生了 比如說像 後續的保險 的議題等等 所以這一些 還有法規 這樣的業態 不見得在每個國家 都有成立的 這個 BASE 或前提 另外一個您提到的就是 Car Sharing 我認為Car Sharing 就是用車的 2.0版本 它必須要具備的 有幾個先決條件 這就責任歸所問題 這就保險 安全保障相關問題 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 Sharing 的服務 其實它具備的條件 最大的重點就是要有一個 非常 好 及 負責任營運平台在背後 所以我覺得 Zipcar 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覺得各位應該會很有感的就是 U-Bike U-Bike 大家都會覺得很 理所當然的出現在我想要 用的時候就出現 可是各位有沒有 這種情景 就是當各位坐在辦公室開會的時候 往窗外一看 U-Bike 服務的人員正在把 U-Bike 移動在卡車上面 再往 另外一個區域 因為按照 這個累計的使用Data 知道什麼時段在哪個區域會 會出現大宗的使用者 好的 服務營運單位才能 造成 好的Sharing 能夠成立 那我覺得Ride Hailing跟 Car Sharing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你 一定會有需要 搭計程車的時候 但是你肯定 也會需要自己開車 所以是兩個不容使用情境 那兩個 與其說它是衝突的服務 我認為它是 一個 相輔相成的服務 剛剛Andy講了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Car Sharing跟Ride Hailing 兩個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現在把問題拉到一個 比較屬於科學面的 科技面 電動車是 接下來這幾年的顯學 剛剛所提到的 但電動車過完以後 還有另外一波要起來 叫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來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 共享經濟 這個生意 會有更大更大的影響 我們在國外叫做 Robot Taxi 當這個Robot Taxi 開始出來了以後 這個事情呢 現在可能會在 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會在未來的 七八年之後 會真的完全落地 您怎麼看 Robot Taxi這個事情 對於將來 我們安維斯集團的營運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 你利用這個技術 將來真的落地以後 你準備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變更 其實我覺得我們樂觀其成 對我們來說 我們這個產業也非常 積極地參與這件事情的發展 各位都知道現在的人力成本越來越高 然後 專業的需求越來越高 然後尤其我們的 服務的客群 我們都需要非常地 注重我們的人員的品質 所以不單是在台灣 我們在全球 尤其在北美 都有非常密切跟無人自駕 這樣的科技發展的單位在做合作 全球最大的無人自駕車隊叫 叫Waymo 那Waymo的車隊管理 其實是Avis集團在做的 不管你今天車子是自己開 或者是 它自動駕駛 或是你人自己開 其實你都還是 有兩件事情要解決 第一個 不用的時候車要停放到哪裡 第二個 它還是有維修 保養 需要被服務 以及 還是要有一個專業的團隊去管理 無人自駕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參與 如果沒有記錯 我們在 2017年的年會 就已經非常密集在 在談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 我們有跟 很多國際的 知名車廠 也都有 密集的在做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 駕駛上的大數據的 分享跟探討 我們也有跟 科技公司像Google 這樣的單位合作 無人自駕車的 這個 Deploy 就是 投放到市場之外 還有它的管理 所以剛聽了 Andy 這個說明 我們就非常的清楚 在Avis 全球的這麼龐大的資源之下 我們竟然 還不曉得 竟然是跟 跟 Waymo 做合作 Waymo是全世界 目前自駕技術 可以說是排名 第一名的一個 自駕技術公司 換句話講 Andy這邊 台灣的 安維斯集團 基本上 就可以運用到 Avis 全球的資源 將來在自駕係數落地的時候 我相信你剛剛所提到的 你們就會是最佳的後勤單位 我想對 最後 最後幾個 就是還是畢竟要對產業的朋友 讓他們有一些收穫 是 所以其實像 彭董你們 在經營 這個 車子 11事業的集團也 這個經營的範圍還蠻廣泛的 是 從新車銷售 剛剛有聊到新車銷售 維修 那當然也涉足了很多未來的一些趨勢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聊到一些共享 是 這些東西 那你有沒有對於這一些像 同樣如果都是經營商業者 或者是售後維修的業者來說的話 有沒有一些可以讓他們 借鏡的地方 我覺得 汽車產業是一個 很有趣的產業 新世代經營商大家要考慮 考慮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汽車產業它的變化 已經超乎我們過去這幾十年來 所看到的速率 原因是 第一個 我覺得 剛剛兩位提到 不管是電動車的崛起 或者是未來自駕車的崛起 它都會 對 本身現在業務結構會產生一些變化 我們公司 這些年來 除了本業上面的管理之外 還有一些 就是 日常管理上面的 數據 以及這個 數字化管理的精神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外界看起來 它其實是一個 高營業額的產業 但是 所有的 這個 成敗 或者是 賺錢與否 其實就是在這個日常經營裡頭的 可能就是幾個percent裡頭 所以我覺得 效率會是一個重點 效率不單是人力的效率 你的評效 其實我們公司現在非常在意的就是評效的問題 慢慢的要跳脫一些舊有的思維 用一些新的經營模式 才有辦法 在企業產業裡頭永續下去 數字管理 停起來就是這個方向 但是現在一般的經銷商 其實面對我們剛提的這一些未來產業的變化 的問題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他們轉型的方向 說真的 這個 我們自己都在摸索 所以我不敢說建議 各家業者可以 檢視一下自己跟市場上面的這個 對焦 的時候 每個月拜讀小七的這個 文章的時候 最期待看的就是 每月銷售排行榜 過去十年大概有三分之的時間看不到變化 尤其是品牌 就是固定的 我記得大概是2018、19年吧 國內有 某位這個 某個週刊的記者打給我 問我說我對 對 電動車銷售的崛起 還有某個品牌的崛起 我有什麼看法 還有他們的這個 大幅度降價的動作 我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很想 時光倒轉 把我的 把我的回答全部改一遍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預料到是這個情況 那剛剛社長提到 全台灣現在公共設備2000個 那 其實我們現在跟Model 3一個月都交1000多台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目前現階段 我覺得 從我們一部分的服務 像 短租跟 共享 我們會以消費者的便利行為最大的 優先單位 所以我們選擇的車子一定是 符合消費者使用需求 節能 這樣的方向去考量 那電動車我們就會 視市場狀況 與時俱緊 這是我們的看法 順著剛剛小七所講的問題 因為你也是這個 汽車經銷商負責人 未來 的這個汽車經銷的這個世界裡面 保養廠這一塊 會是很大很大的挑戰 因為電動車到來了 因為自動駕駛到來了 所以你的保養 你的維修 你的板烤 基本上都會在業績上面會呈現一個負成長的狀態 是 另外一方面來講的話 新車目前在台灣過去這些年來有一個不好的一個趨勢就是 殺價 大家以殺價為樂 好像殺了不夠多就覺得對不起自己 不成功 所以在未來來講的話 當這些新的 這個汽車司機到來之後 有新的這個消費者 我們所講的所謂的遷徙世代那些人進來了 那你如何看待這門生意 這個經銷的生意 剛剛小七所問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大的變化 不管是內部的變化 跟外部消費者的變化 還有新的科技進來以後 他的生意模式 會做什麼樣的一個調整 我覺得第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覺得現在跟市場重新對焦很重要 以我自己本身的企業 我就會去 思考幾件事情 比如說我現在的 佈局跟市場需求 投資是能夠 匹配 是過多 過少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這個產業是高度需求人力 以及高度需求 面積空間 空間面積 所以這也是 另外一個可以思考的 我們這個產業先期的投資都非常大 展示間的建設 以及尤其包容廠建設 這個 花下去的資金都非常龐大 產品的變化 還有帶來 有可能的 銷售模式的變化 確實 讓我們這些業者需要去考慮 這第一個 我覺得 最少以 我經營的品牌 或者是這個 國產品牌還是有一定的責任 因為 我們所謂的這個 車口速 卡帕還是存在 對 所以他 我們大概還有一些 時間去緩衝 企業如果不變 就是最可怕的 改變就是你什麼事能不動 所以一定要 積極的做轉型跟變化 所以 像我剛剛跟各位分享 其實我們涉及的更多 不是只有 這個 Mobility的提供 我們車隊的管理 這個才是我們的核心 就是 所謂的物業管理 這才是我們的 一個核心作業 其實如果講直接一點 問直接一點 就是你們的 自己的企業裡面 能預估未來 十年 之後 是 你們自己 經營比例的分配 還會是 傳統大家講說是 汽車 買賣 我覺得它會 越來越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Mobility 這件事情 我們會越來越 著重在 這個 出行解決方案的提供之外 更多的是一個服務配套跟整合 所以不只賣車 對 因為 車子是一個載具讓你從A到B 可是從車子裡頭延伸出來 服務太多了 所以 我才會說 Maybe我們要從很傳統的汽車 買賣服務業 維修業 變成是 這個 生活產業的 一個 英文叫proto 中文怎麼講 一個窗口 一個轉捩點 所以看來未來 也是會有一些 結構性的改變 這個產業 避免不了 其實你們從10年前就開始 冥冥之中吧 就有一種 這個 天生就是要吃這行飯 宿命 所以就 一直脫離不了這個產業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10年前的佈局 是還蠻正確的 是的 但是我覺得這兩年 給我們一個 新的看法 企業絕對可以做 很好的計劃跟規劃 但是永遠趕不上變化 像一個 新冠疫情就可以把很多事情 回歸到原點 我常常敏利我的同事 我覺得新冠疫情是 是 考驗一個企業有沒有那麼永續 其實我們本身的 傾銷商已經經營了40年了 剛好今年第40年 所以我覺得 套一句這個 老前輩們常常講的 如果在台灣能夠經營 傾銷商40年代 什麼風雨都見過了 有大好大壞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 一定是保持非常 堅定的意念 那我也不意外 我們能夠度過這個 這個新冠疫情的風潮 但是我覺得更多的是 在這兩年期間 其實兩位不斷提到重點 就是企業做了什麼 企業只是蹲低 減少支出 來等待 後疫情 還是做了很多結構性的調整 跟轉變 還有做什麼樣的 疫情後的佈局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最後決證的關鍵 很棒 完全差不多了 感謝 謝謝 很精彩 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的完整 今天在專訪完了安維斯 彭董事長之後 我想 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我們在未來 汽車共享的各個不同的應用 一個面向 當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安維斯 目前是跟 全世界最有名的 自動駕駛車隊 威某這邊在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們也期待 將來安維斯的母廠這邊 能夠有機會把他的技術 運用到台灣來 讓我們所有台灣的消費者 能夠將來在 最快時間 能夠享受到 有關於 自動駕駛 的 這方面的一個 最新科技方面的 一個服務 謝謝大家 感到